來玩這款遊戲 下班回到三國 快速註冊 創名稱 欸 這不是尊實天地嗎 在跑去前啦 看起來畫面好像好幾年前的品質耶 不 喔咦 征戰 魔界入口 關心 然後還要再下載資源耶 哪招 可以開打了嗎 欸 這以前是不是有出過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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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應該是有出過喔 因為在這畫面少說也五六年前以上了 跳過對話 行囊 繼續進行征戰 夜ада 就是第2關喔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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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欸 二個技能可以去釋放 一個攻擊一個輔助的樣子喔 冰種訓練 解鎖了 有些圖位網點要求都很高 可以購買 哎呀 這個都要花元寶的 小品遊戲嘛 對 銀色的元寶 那麼多喔 快速點擊寶箱 新功能開啟 簽到兌換碼 郵件應有盡有 喔 送什麼 歡迎品 有一位角色啦 然後呢 七日獎勵 再來呢 簽到 孫泉咧 拿到孫泉信物啦 行囊 欸 降星路 空的 那我那些角色在哪裡啊 那我那些角色在哪裡啊 欸不對啊 那他給我的東西咧 怎麼不見了 啊剛剛有軍營啊 看到了 沒東西啊 倉庫這邊 倉庫這邊 蜀國選將力 關羽張飛趙雲 來個關羽吧 招募 有了喔 歡迎品也有了 關羽的女兒也上來了 孫泉還不夠 要50個信物嘛對不對 爭戰 確定 欸 喔 他是這樣點的 開打 開幹 我現在也有部隊了啊 我現在有大部隊了 關羽的技能 喔 他後面有解鎖自動戰鬥之類的嗎 謀略 這個地方類似像天賦這種系統 點一點就行了 礦石採集 木材採集 都點了 五級成長包 打開 接起來來呢 這邊 有任務啦 通關第五關了 通關第五關了 開打 繼續開戰 關心 關寧坪 關羽 關羽 三個技能都放了 這是什麼 喔 劍氣圍繞武將 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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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 周俊 欸 他這邊是怎樣 點擊兵營 布置 武將出戰 點擊 自動採集一百的木頭 再點礦石 然後呢 然後呢 點 點部隊 他自己就派兵出去了 倒數計時結束 這有點像塔房的玩法齁 沒有啊 這款遊戲原本就塔房 遊戲好像還行喔 不是開玩笑的啊 好像還行喔 嘲諷 勸祥 這樣我就多了一名了 嘲諷 好啦 第二關 一字二 180秒 獲得勝利 然後採集 木頭還有礦石 我可以狂點嗎 啊不用 一次整點兩個啊 一次整點一個喔 這樣好浪費時間喔 啊不用 是不是有滿足就行了 啊接下來我找木頭就好了 先上啦 啊我應該是先派兵出去 然後自己自己先點起來就好了喔 欸這個還會消耗木頭的耶 喔你就是要用這種模式啦 派兵之外啊 你也要有資源才能派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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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關 遊戲性還算是可以的喔 很強 馬騰加入啦 再打一關 正確的情況就是 採集木頭訓練兩個單位喔 來吧我們先採 然後我這個時候就可以先派兵了 全部出去 右上角這邊就等待他滿了以後就好了 繼續採木頭 訓練 點兵營就好了喔 準備躲當了以後 時間到 準備開打了 準備開打了 訓練槍兵 疼 過關了嗎 過關了嗎 阿還要等下一波 敵將出戰 馬騰 曹虹 技能點一點就引來 這有銅錢 還有武器 喔唷 這品質很高喔 這有銅錢 還有武器 好這邊玩法就這樣了 手除部分有什麼啊 好像沒看到手除 然後謀略 狂雷幻術都可以上了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嗯 喜歡的話就下角玩看看吧 大家掰掰